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已经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 这个比赛对于我们中国女子围棋 以及女子围棋文化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女子棋手也终于有了一个施展自己棋艺的舞台 那么本次比赛之前我们的记者也到现场去感受了一下 那我们先去现场看一看 好 这就是开幕式 是 这是聂老 那么每一次我们中性制约杯 实际上到现在是两次了 这个比赛的开幕式都是很隆重很别致 而且这个文化含量是比较高的 它设置的一些这些节目都是很有意思的 是的 现在是江苏队也就是上届的冠军 王神仙和于之盈 对就是他们两位 是的 他们实力很强 这是岳老师和唐义 对 这就是比赛的现场 现在看到的是陈一鸣 他的对手就是唐义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棋局 对 很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 看到了现场的情况 那行我们就从大盘上给大家一起 我们共同来欣赏他们两位女子的国手 他们之间的一盘对异 是 两个人也都是国家队的 对 队友 这个棋 黑棋是唐义 是上海队的唐义 陈一鸣是广东队的 他们都很厉害 错小木 白棋 挂雕 挂雕 好棋 对对对 这个棋太有意思了 就是女棋手的棋 相对说来 她这个情感更丰富 表现得更全面 我们从棋上可以看得出来 我会觉得 女子的棋好像是栗战派的更多 比男棋手会更多 对 这个是一个传统 这个是大概从上个世纪 70年代开始 我们中国的女棋手 她们的棋就明显跟男棋手 就明显比男棋手还要火爆 这个传统延续到现在 现在也是这样 我们来看吧 那么白棋呢 陈一鸣立刻就挂 黑棋 唐义是立刻就加 其实我觉得这部棋 可能也有打破 这个黑棋布局意图的意思 对 有有有 有这个意思 当然从白棋这招棋开始 一下双方下了很多 从这招棋开始 双方都有N次机会 可以拖先不应 占据空角 对 但是恰恰待会儿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两位呢 好像这个招法 在切磋的时候 就在传递一个信息 这只空角我就不站 我觉得互相谦让 谁要是站到这个空角 谁的气势就输了 它好像有这种氛围在里头 我们来看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超越好坏 超越好坏的一个说法 那么黑棋就加了 接着我们看 白棋反加 它就很从容的分头 那么黑棋就尖 白棋就拆二 从容的拆个二 对 一拆二 我刚才说了 每招棋都可以脱先 黑棋就逼住 是 其实这个时候 对 一个明显感觉 确实这地方是有点单薄 但是这地方明显更加空旷 空旷 对 更空旷 但是空旷是不是意味着就大 这又是一个科研命题 这很难说 我们来看他们的这个情感 看他们的情绪 挺有意思的 白棋呢 就在这个舞台上 稳稳当当地跳一下 舞台上 我京剧的叫夺方步 一步一步慢慢走 堂堂正正 跳 跳完了之后 对上边有一些想法 黑棋这时候该站脚了吧 不要说该 就是可以 他可以站脚 那么黑棋呢 他就不站脚 他就挂 挂在这 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 自由的一个体现 很好 挂完了之后 黑棋坚定 回捕啊 他可能觉得上方的价值更大一些 对 这个很扎实嘛 好了 最后白棋没有地方去了 对 只有站空脚了 这时候回来站脚 对 刚才我们关于这个空脚的议论呢 实际上是调侃一下 但总的来说呢 根据这个传统的观念来说 如果没有特殊理由的话 总是空脚 更空 金脚一天嘛 对 可是我看到这呢 我觉得两位女孩 她们的棋就挺有意思的 这个情感很丰富的棋有意思 全都是所谓的理性的 其实也不见得完全理性 因为围棋你不可能把它完全搞懂 你自以为很理性的棋 其实呢 有的时候也会乏味的 有时候也是一个气势上的笔片 行 我们接着看吧 总之呢 就还原成 基本上还原成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开局 那么黑棋接着 挂脚 挂脚 白棋 加工 一间加工 然后黑棋 唐一又不理了 跳 局部脱线 这也是可以的 白棋的下一个招 这地方也挺大 否则有打入 对 当然你补完了 你以为就没有打入吗 起码我有圆钉 我好一些 是是是 行 我们看白棋接着又拆二吧 对 再拆一个二 好 棋 黑棋 黑棋还是继续脱线 在这挂一个 然后不管了 这个兄弟 这个也是好棋 这一阵呢 当然白棋他要下呢 他不一定是直接下这个 这个好像格局小了一点 但是黑棋下到这儿呢 毕竟对白棋有一些想法 同时对上边这个是一个扩张 扩张自己 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白棋也不理 小飞 现在我们女子国手 她们的棋 确实是在自由和有个性方面 显然是比刚才我说到的 70年代的这些前辈呢 这个不准卖得更大一些 我国家有想法吗 好 我们看黑棋下一招是跳 对吧 跳 白棋下一招猜 陈一鸣也很稳 然后黑棋的下一招是 再飞一下 再飞掉一下 继续扩张 好棋 白棋就跟着硬 到现在为止全是好棋 24然后25活这个 是吧 我觉得这地方啊 这都四打一了 四打一 还在脚里折腾 它就合棋嘛 这个合棋 这个拖了再扳 是一个定式 我们总统也都知道 局部普通应该也就是这个变化 就是这样 差不多可以 打 对 然后黑棋也沾上 白棋也沾上 这个像一个定式 黑棋下一步吃掉 当然这个棋爬回来 根据情况也可以 但是现阶段呢 黑棋这个爬回来 这个应该 对 下来 对 这个下好像还是可以下 你就走这个 下还是可以下 被我封进去了 一封它就拐嘛 你再走它再拐一下 就活了 当然是位置低一点 那么黑棋糖衣呢 认为是这个地方吃掉好一点 这地方要送一下 白棋呢是弃子 让它吃的 嗯 挡住 挡住 然后再送一下 对 好 这个时候拖鲜 拖鲜 暂时保留 这个也是不错的 嗯 下边一招棋 它是打入了吧 是的 打入上面 其实这个位置会不会有点深啊 王老师 可以 人家这个边上已经模样张起了 它是这个就是扎一个钉子进去 叫做丢个石头试水身 然后看看这个连椅起来是什么样子 相机而行 它不一定非要要不可 它是 逃个生水加弹 对 那么黑棋下一招也是感觉很好 先靠一下 先靠一下 对 这个靠感觉很好 但下一个靠呢 唐一二段 因为唐一到我们这个中央台这个讲棋的时候 也给广大的棋友讲过棋 大家肯定对他有印象 他对他人物形象和他的棋挺像的 这个棋就下一招太硬 是吗 他是什么样的棋风啊 这个就怎么说呢 还是这句话吧 还是一个共性 就是女孩的棋 现在女子国手的棋都很有个性 就情感很丰富 情感很丰富 换句话说呢 把这句话再猜一下 打一个引号就是有的时候挺任性的 这棋挺任性的 有点倔强 行 那么这个一般来说公务靠 这一靠呢 靠的有点意思 我建议他还是 这个走了为什么不接着走呢 这接着走不能 继续在架上 对啊 这一架 白棋下一招一定是 没有一定是这个 那么黑棋接上 再下一招白棋不能冲啊 这冲因为不能断 所以他只能单搬三三 他搬的时候你在街上呢 你就让他走 让他自己跑 对让他走 然后根据情况 你这个二路一搬 自己活了 目数也很大 就是在进攻的时候呢 要注意节拍 不是一举起来就要给人家闷下去 不一定这样 有的时候 这个一盖看起来就立刻要生死这样了 对 好 我们看他们的吧 这盘棋内容很多 我觉得这盘棋非常好 对我们了解现在女棋手 他们的所思所想 还有他们的现状 这个很有意思 是后来非常精彩 是 令人眼花缭乱 行我们接着看这刀棋呢 所谓古时候 之前我们的前辈在围棋上总结的 攻击误靠 虽然不是说你随时攻击都不能靠 但是它的本质的道理是这样 因为你靠碰脱这些手段 容易被人家借力 是 那么什么时候用这些容易被人家借力的手段呢 应该是 对 敌强我弱的时候 现在明明是我强 我去靠人家像这个 像这个拖这些都是不好的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围棋它的困难和它的妙味就在于 好多说法都不是绝对的 对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行 我们看它 靠 那么下一步 陈一名下得很好 投石问路 嗯 它在这先搬一个 对 这个是黑棋一定要印的 这边再接一下 上面再尖顶一下 这个尖顶 舒服 黑棋没有办法 只有力 然后白棋 再一搬 这点退化了 黑棋按预定方针 这个只好退 嗯 但是下一招被白棋一挺头的时候 黑棋发现 他一突然发现没棋走了 这棋 很怪 这怎么攻呢 对 因为它显然不能断 本来是应该断 嗯 现在显然不能断 是吧 这一打一穿就穿了 对 那这三个有点 对 所以它最后只有走这个 嗯 一看这个行棋的韵律和节奏呢 显然黑棋什么地方就出了一点问题 嗯 嗯 但是离胜服还早啊 就这个地方 行 真的 那么谈一二段能够面对现实冷静下来 从上边跳了爬回去呢 嗯 这个这个留得青山在 慢慢下还可以 先把上面的空给收住了 这个挤呢 不一定好 呃 这个地方变化 我觉得不能给大家说的太多啊 太多就有点晕 嗯 总的来说呢 这一串好像黑棋有一些潜力 那么作为白棋来说呢 它也可以投石问路 像这个就可以 就用像一个形嘛 有自然情况的时候 这一虎不是就有弹性的吗 对 同时一看着这儿要搬 这儿要飞 嗯 那么黑棋要硬 问题是黑棋怎么硬 这个就很有意思 要进锅 你想象不能扎钉啊 嗯 是吧 你走这个也是帮它 你走这个也是帮它 看起来你要走这个 对 您不是说进攻不能挨着对手 对 那你走这个 它这儿再来刺你 不问你 你不理它 下一步一挤一咔嚓 那么你要理 你怎么理 最后如果你本手 你只能理这个的话 那它这个地方的处理 就比较轻松了 这是一个是吧 是不是这个都可以考虑 我这看上去 攻不动了 你反正就走这个嘛 就大体战把这块拉出来嘛 然后这四个子呢 完成历史使命 不要了 因为对方已经走了几招了嘛 对 就根据情况可以不要 当然可以 它也就灵活转身了到这边 是 就这个意思啊 画个示意图 就是这一下子 此外呢 要力量强的人还可以下这个 嗯 根据这个地方的下法 下出一线索之后 待会儿盯着这个几段也可以 啊 行 然后看他们的 这个陈一鸣呢 他就较劲 你直接要渡过我家 直接给你切断 嗯 你切断然后唐义也较劲 挺好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情感方面的一些故事啊 下面一刀棋呢 本身一段这个 按说是不是退一个是本手 哦 这上面气掉了 对 这两个子 你怎么吃 他主要问你 你是可以吃 你怎么吃 嗯 所以你也难受 也不知道吃在哪 对 你一吃这个 他就跳一个 嗯 你还吃不吃 你这个只有再吃 他待会儿再尝一个 你还吃不吃 这个一圈围了两个子 好像效率也不太高 白旗大概不一定 但是呢 他不 他非要走这个 要跑 我们看精彩的故事出来了啊 嗯 白旗呢 又较劲 本来呢 应该尝 这还是尝一个好 嗯 你要走他再尝 因为你走他再尝 你这个总是要补的 嗯 是吧 你补这个 他就靠 你如果上边要连 他这也出来了 你这个地方一般 他有反弹 你动不了 这样一来呢 是战斗 但是作为黑旗的说 有点不划算 嗯 就是他战斗 已经把上边 可能成空的这个代价 已经付出了 对 在你的大本营里战斗 对 所以由此我们引申一下 在维系盘上的战斗 作战 嗯 进攻 尤其是往往意味着投资 是 你比方 经常给大家说 你一招去把人家咔嚓 一块鞋切成两段了 那么你这段 这本身这招 单关 嗯 就是做了一招棋的单关投资 如果盘上有一个 二十木棋的大关子 我为什么不能够不占 先把二十木的实力捞了再说呢 嗯 就这个东西呢 是我觉得耐人寻味的啊 捞实力还是比较实惠的 嗯 但是又根据情况 有的时候 他一段就把人家两块吃一块 就吃掉了 对 那就值了 那就不是单关了 我觉得 嗯 我们看围棋呢 还是少做结论 嗯 多来品品这些味道好 就是围棋文化它很大的一个长处就在这 就是它基本上是对于做结论是抵触的 嗯 嗯 你动辄就要说这个好 那个好 那个不好 什么的 这个不是围棋的本质 嗯 肯定不是 行 我们看他们的啊 实战 打上面 哇 这陈一鸣较劲 就很快呢 很猛 对 他可能什么地方算错了 我们记得往下看 然后再回来冲这个 回来冲这个 那么黑棋当然是打 白棋吃 嗯 好 黑棋再尝 对 再吃 再尝 好 终于这个可以针掉 嗯 这样一来呢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 就像油田一样 实力有点大 觉得 当然白棋外边是白花花的 就感觉啊 这个当时打进去之后 交换一圈 上面全死掉了 对 那有些味道 现在倒是有些味道 我们记得看 黑棋呢 它下一招去靠 嗯 这是惦记着 有点味道是吧 是是是 有点这个味道 是是是 好 白棋搬 嗯 这个地方呢 还是能扛住的 对 对因为你现在一尝 我们大家可以心算一下 嗯 吃掉 发现正好是蒸掉 嗯 可以蒸吃 那么暂时动不了 所以这个黑棋暂时不走了 嗯 这个弹意挺鬼的 走下面 哈哈哈哈 这道棋挺精明的 嗯 因为左下角呢 简单说来 它有一个故事 嗯 就是下成这样之后呢 本来第一时间 白棋这个定型是很大的 哦 先手 你必须印 嗯 好 印完了之后 这个地方是不小的 是吧 嗯 但是这边的味道稍微薄一点 是 根据情况呢 白棋就想保留 也许有一天我这个更大 对 所以他两边都有先手 他就想保留 这个也是给我们带来思考 你保留是 根据情况你可以往左边走 你也可以往右边走 但是如果主动权不在你手里的时候 你来不及的时候 那么你也可能两边来不及了 究竟应该怎么样呢 又是先有机会 这个时候就会一起先选择 对 那么由于他没有走 所以唐义呢 就一直惦记着这个事情 你没有走 较劲的其实就是你不走 那我就要盯着 那么我不走的对方 对方又盯着 现在黑棋拖 好手 黑棋走 对 因为白棋左边要成空了 所以这个地方变大了 然后 然后白棋应该是先走了一下上面 黑棋 哦 对 没有暂时在这儿动 对 这个地方就是情感 我就说 有些他们女孩 不甘心 上面就死尽了 一个是不甘心 还有一个 黑棋拖得他难受了 就是哎呀 他这种要成空的时候 刚才是不是应该考虑先定型 应该先顶掉 他没有走 就被人家走了心里 就有点不高兴 不舒服 不高兴就说 那应该是我的权利 对 他就想走 想走呢 在上边这个计算 可能有一点点粗糙 所以又亏了 但是这个当然好话也很难说 就是说他亏 围棋盘上的亏啊 有的时候暂时 现实是亏了 甚至物质上是亏了 是也许今后会 也许今后会有变化 还有味道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有一次 跟一个棋友聊天 说到这个棋盘上的辩证法 真的是这样啊 就说的哎呀 一不小心一块棋走死了 是是是走死了 要说当然顶尖职业高手呢 你没有理由的走死了 这个棋就输了啊 但是有些情况下 这个围棋不一定 你一块棋走死了 死了死了 然后再坚持往下走 会复活吗 走了几十年下来之后 发现啊 出现一个大结症 死期结才多 刚才的死期变成好事了 这个是有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我们接着看吧 他这个地方就 情绪化的下 是不是有误算呢 对 他这段应该下什么呢 他应该考虑下的是这个 就要较劲要下这个 就适应手 看你怎么走 你只要不走 陈南他是这样 他下一步一搬 是吧 你再走 他再一接 我看你做的 还更俏皮的 他还可以走这个 对 是吧 所以黑棋肯定要走 走什么呢 你又不能退 你一退 他再走 这些情况不一样 你要搬 你要搬 他再反搬 你要打吃就蒙着 这个 本来这个借力呢 是不错的 你打吃就蒙着 你再打吃再蒙着 好 这个纸正好在刺 你要接他把这个接上了 这个事就闹大了 真出奇了 对 就这个意思 结果呢 他这个地方 陈一明有点可惜 他可能那地方什么地方 直接 对 直接局部 对 那一贴 这个黑棋肯定要把那一盖 就把那一盖打了 对 吃 剃掉 发现这个座活空间不够 然后这几刀交换 当然就只有往下走了 走了走了又亏了 再冲 搭一下这边 跳 这个里头啊 做不活 因为你挡线手 人家一接 这不是一个板凳 是 外边呢 这个空间太窄了 算不出来了 算不出来 走了半天 发现不行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 有些地方计算错误嘛 像错了 就可以理解的 但是就看起来 戏剧性呢 就从现在就开始了 非常好 反正走 走外面 对 这个要吃 不然它要出头 同时呢 这个走好了之后呢 惦记着这个地方将来有紫啊 黑棋这块没活 要收气 要收气 就算你还吃 那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是先手 这一走呢 这边变厚了 那么黑棋当然脚上下走 嗯 脚上它 这个很有意思的棋 叫吃 下地 这个棋不错 保证黑棋呢 局部是可以活棋 活棋 对 然后应该局部 没什么念想了 没什么念想 但是白棋毕竟得到一个这个 这个变强了 所以陈一鸣 他这一段 就可以搬了 搬这个 对 这一搬 那么黑棋一断 这个双方在这都下得不错 就只好这样 因为作为白棋的说 他没有办法这样走 一接 你再一搬 那么这一段 有点麻烦 哇 这个局部也不知道 盖怎么用 对 你这个好像推这个不行 你推这个 被他把这个扒回来 嗯 你来不及走 你现在还连这个盖 好像都盖不住 是吧 这盖它好像有个反斑吧 一段 断吃 反包 反包 好像是有点什么 很怪的味道 嗯 行 那么作为白棋来说呢 他这个地方叫单斑 他叫单斑 单斑当然黑棋 这个断就是手筋 嗯 因为下一步呢 这个地方不是结 这个快速的摆给大家看一下 你以为这要打结 倒是好了 死期结太多 嗯 是吧 这个白棋很狂 嗯 但是他走到这儿 他很鬼 他单弯出来 这就把你气死 嗯 你封不住了 嗯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白棋下在这 陈一鸣要先打这个 就是你要再尝这个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就成结了 就成结了 嗯 一成结这个坏事变好 上门正好利用上了 所以这个棋你看挺有意思的 嗯 而且你在看他们的棋也是挺有思想的 是 全局都是联系起来的 哈哈哈哈 好我们看啊 嗯 这个黑棋这个很鬼 他先吃这个 嗯 那当时这个白棋就只有提啊 这个不能结啊 结味的话 然后他又轻轻的又拱出来 他之前好像先 先爬了一下吗 对先爬了一下 好 嗯 81 82 这样 试试给大家摆清楚 它是一拖 黑棋 一拖白棋综一斑的时候 他先拐 对 先爬 然后跟白棋交换 对对对对对 它再断 再断 这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对 再尝出来这还是打击 是是是 那么它现在拱吃 拱吃提掉 再往外走 哎呦这个白旗收不住气 这个有点难受 它尖 对 小尖在这 一尖这个木树被黑旗便宜了 那么黑旗再点 再拌 黑旗再拌 白旗再叫吃 这个也很细 先叫吃是好奇 如果 如果单拌的话呢 将来有可能被它把这个吃掉 哦 有变化 一吃它提你走 它有可能 它这个就让你没有变化的余地了 对 而且还有一个 它单拌还有这个问题 单拌啊 人家叫吃你只能接 是 先吃完这个之后呢 再吃 你在叫吃的时候 我可以接 可以提 也可以提 它不是有多一个选择吗 所以这个时候是好奇 嗯 下成这样 我们放眼全局一看呢 发现白旗左边 是不是白花花的一片 是吧 是白旗的正式了 对 当然黑旗上边很大 从刚才进程来看呢 感觉上是白旗亏了一点 嗯 我觉得是黑旗优势 黑旗相对好下 优势 但是呢 离营还远 是 因为几招之后又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而且我觉得女子旗 王老师这当时我也在现场 这个唐义的教练 刘如震老师也是 就是感觉心情跌宕起伏的 觉得看女子旗心脏也受不了 哈哈 这个是他调侃的说法嘛 对 其实 你与其说你心脏有点受不了 你还不如说这个剧情跌宕起伏 更好 你都是平復直续的 那这个戏剧性有差了 是吧 挺有意思 我觉得 下面一刀棋是高手 下得好 黑旗 拐头 就这刀棋太大了 稍微 先刺了一下 先交换一个 对 这个是一个 然后拐头 拐这个 这个稍微一大一下子这些的话 被白旗把这个一压过来 这个中府的潜力这些有点搞不清楚 这拐好齐 这如果我不能动 不跟着硬的话 不跟着硬 中府没东西 你没东西 你看他这个地方的情况是这样 他可以吃 提掉 提掉 再糊 你这个总要要的 是吧 你一旗他一搬出来 然后你一搬一走 必须要想办法 什么方式封住他 对 如果他这个头再一拐上的话 你这个地方 两边的这个薄位综合起来看 白旗的这一线就有点封不住 而且就算封住了这个幅度也不对了 承控的幅度也不对了 这里有一个 这有一个 行 白旗一看 陈一鸣 忍 忍一下 跟着找一个 对 这个不忍不行 这个太恐怖了 这个地方味道不好 紧去二字头 这个味道不好 但是他也只能经营这边了 别的地方好像没什么潜力 行 有精彩故事 下边一招棋就出问题了 就是出问题到开始 这招棋我们单看的时候 还觉得是好棋 唐一二段的这一招 这个 是吧 是 单看 挺进中原 让他成空 大踏步的破坏白旗的阵势 对 单看这个是好 是像这么回事 但是要是仔细推敲 发现这个棋 他有些 就是说 看目标 这个目光有点游离 有点漂浮的 你没有锁定 没有锁定 唐一的棋衡 就是比较飘逸和他的名字 是吗 对 那下棋呢 它叫做 最好是这个 有地方使 最好是有地方使 这个目标要清楚一点 什么时候目标应该漂呢 掠射的时候 你是掠射的 还不错 它就好啊 对 所以最有地方使的 那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最清楚 我这点可以连 这边隐隐约约可以连 这个地方呢 还总体上影响到这个拆二 还有施加压力 施加压力 然后你这个地方要围呢 这个空啊 围下去好像是不太够 白棋如果这样围 是不太够的 这样围是很 相当相当的不太够 那这个棋 尽管它游离啊 但是我觉得白棋 也应该找到一个 不错的应对 对 那王二是这样 我们先稍坐休息 好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说 唐宇这部飘逸的棋 对 不它 对 飘逸吧 可以这么说 还有点飘 但是倒不是坏棋 肯定不是坏棋 也是属于好棋 但是我觉得最好呢 就是应该抓地很牢 优势的时候啊 一步一步地走 这样好啊 但是呢 接下来出的问题呢 是跟陈一鸣的表现有关系 陈一鸣下一招棋 下的内力非常深厚 这招棋很好 一般的来说 因为看见你这个棋 又不是单关的啊 就想方设法 是不是要玩这些 是 这就急了 陈一鸣的这招棋 下得太好了 简简单单一个猜 从边路深入 边路 它本身就大 第一个 刚才形势是我落后 但是这个棋呢 要仔细判断 你说究竟差距有多大 也很难说 关键是您是虚的 我是实的 对 实实在在的目的 实在的 还有它更好的一个内涵 也许陈一鸣 他自己也不见得 十分这么认为 它更重要的一个内涵 是对方有缺陷的时候 你等一等 你看他怎么不着急 就这个最重要 我们常常说 下棋经常有这种意境 就是对方一出了错 你立刻就要抓住 他不放 就要跟他讨一个说法的话 最终你讨着说法了 可能全局反而亏了 最厉害的是什么呢 他有些问题 你不跟他讨说法 你给他放在那 这个效率可能最高 像这部棋 就是这个 像这道棋 意思在里头 他一走了这个 唐一一下浑身难受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不能这样去连吧 不知道怎么 你也不敢这样进去吧 因为你优势犯不着啊 人家再一切断 这个事就闹大了 复杂了 对 他怎么办呢 同时对我们广大棋 有点算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下棋一般单关 它是第一步有点慢 第一步有点慢 那么无论是高参二 或者是大飞 它是第一步快 但是将来我必须要回补的时候 就丢脸了 再加一刀 再加一刀 那么作为他的对手来说 就是对方第一步跨的比较快 经济发展太快了之后 大跃进 对 你让他硬着陆 他就难受了 就这个意境 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说 举一反三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这早期效果好 下边一早期 唐一就有点慌了 他也得补呀 就得补啊 其实我觉得可能 还是旁敲撤击的方式 反正他这个是显然太过分了 他等于是希望人家党上 然后他再把这个盖住 他这还要沉一点空 人家这个空没法围 他这一走立刻 天下就大乱了 那么还是找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显然 主战场呢 你还要考虑这些事 我觉得 就从这边来运回 如果你这个不接 那么我这个缺陷就不存在 暂时不用 如果你要接这个的话 那我这个故事就比较好玩了 哪怕玩这个都可以 因为你这块待会被我走到这 你这块都不好 他拽着上面这块白旗 是 所以大概是这样 结果他一走这个 一瞬间 这个旗就变了 很精彩 我们接着看吧 变好很多 这个陈一鸣 这个肯定要反击了 对 这个飞 反击的方式多 这是一种 我的感觉呢 是这个就行了 他是这个 更凶是吧 然后再走这个 唐玉宇发现这个地方 不能再印了 你看你这个地方不能印吧 你这样怎么行啊 如果你这个不行了 直接被穿了 这个不行了 你别的更不好办 是吧 你走这个 人家走这个 你更不好办 所以他干脆斩草除根 我们发现黑旗啊 在重要关头 在这一线 已经花了三招旗了 你看 一招 两招 三招 白旗的这三招旗 在这个角上 这个一下变成白脚了 这一次一入 时空上的情况 就不一样了 好 我们接着看 那么黑旗 他挡下了 愤怒地挡下 白旗就把这个 白旗把这个脚上 变成白的了 黑旗当然他也有些念想 他是不是垫在这底下 对 这底下结果呢 很显然人家是活旗 只不过黑旗把白旗切断 他也顺便有一个好处 消除了中辅白旗的 对 顺势往里飞 对 飞 白旗是飞 黑旗下一步 再靠一下 旁边这个框 好旗 以共为首 你愿意走 断 往上长 长 黑旗 是长吗 是的 黑旗小尖 黑旗小尖 白旗 再往下立 他这个是活的 因为他这边可以回 这边可以停 是是是 如果你走这个 他可能怕人家吃他 有可能全死 有可能 所以他这个稳稳的立 对 这一立就已经活了 那这两个字掉了 这还要不爱这两个字掉了 但接着我们看有很精彩的变化 这样形成一个变化是吧 活了 黑旗接了吧 对 黑旗接上 然后白旗 把 这个地方黑旗交换了两下 刚才这个地方黑旗交换了两下 那你再摆一下 黑旗大概是在这个时候 对 那么黑旗是斑 白旗吃 黑旗吃 白旗 白旗 一交换了之后 唐一一发现 可能读秒的这一东西又没什么旗 所以又回到那边补 那当然白旗就要立 黑旗就要接 对 然后白旗 把这个脚施住 白旗一跳 刚才黑旗有三个字的地方 现在怎么变成这么快白旗 白旗求我一些木术 这个也是情绪化的一个结果 就从这招旗开始 那感觉白旗是不是追回来不少 占了不少便宜 对 追回来不少 追回来不少 是不是白旗已经占优了 我觉得 但是我感觉 这个潜力也被消了一些 潜力也被消了一些 对 白旗也是还有所生活 我们初初数一下木吧 初初数一下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 十八二十二二十二六 二八三十三二三十三六 三八四十四四四四四四六四八 这个五十木旗 这个是五十木旗比较粗 五十木 这个是二四六八十 这是十木强一点 六十木 没了 没了 这个地方二四六 六十六木吧 六十六木 白旗 白旗是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二三四 这个三十五是没问题的 三十六三七三十八 四十没问题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这已经二十了 已经六十了 那 这贴幕好像是有点问题 贴幕就盘面差不多 就盘面肯定是差不多 这肯定是白旗都不错 而且这一段给黑旗算的还不少 何况白旗还隐藏着好手 这旗逆转了 我们接着看 二十七 二十八 对白旗 这个太大 陈南这个要算一下木可能有点吓人 对 那不然怎么这么空 感觉上二十木左右吧 好 这么空的时候他卡一个角肯定是不小 好我们看白旗下一个 陈一鸣飞刺这个是好旗 黑旗连回 对这个只好连不能动 白旗点这个 哇这个点好手 原来这地方还是存在手段的 对这个点好手 他再挤这个 哇这个挤手筋 陈一鸣越战越勇 这都是 这个不能接外头人家穿过来 是 连贯的好手 这几刀旗啊各位请大家注意一下 看上去黑旗是这个尖是好手办 既防了这三个子又把这两个子吃了 结果人家反割一击的时候反点这个旗 味道好 还把这个割下来了 对 他去打一下 剃掉 再靠这个 哇这个 这个就必须要有点动静了 要没点动静 这个旗可能要差一点 但是白旗就是很清楚 它提掉 然后黑旗 一斑 一斑 这样还是切断了 而且这地方还有不少梦 对 好 下边有这个精彩 哇 这一下就精彩 这个就是女妻手的旗 就这个唐一男的心里是不高兴了 这个地方想要是可以了 对 要叫吃 要求你要接上 其实如果白旗 就接上呢 就接上 怎么呢 这地方有什么旗吗 因为它街先手啊 它这个街是先手 对 你什么时候来不及 但是这个街大家四可忍 这个叫四可忍孰不可忍啊 白旗陈毅你也是杀的姓旗啊 你还敢吃这个 这个越站越勇了感觉 然后它吃上来 这个打石太漂亮了 下着好 可以提街 提掉 然后就打 白旗一说 啊 我有死旗 我有死旗啊 这个旗你还敢吃这个 对 有党啊 而且这一党黑旗非常难受 本来劫差少的下方是这个 但是对不起 你还活了 还得紧着气早 你紧气人家这儿凭空来两个巨型的劫差 而且这儿还有节 是 都是命令型 这个所以这个围旗也是经常在教育我们 嗯 作为白旗来说呢 现在是这个节黑旗打不过 嗯 我节才有多 本来我形势又好 哎 这个恰恰是在你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 嗯 又有危机 对对围旗 是 啊 行 那么白旗下一步提过来 那么黑旗找节 这提过来 现在黑旗这个形势已经完全不行了 没有书挺但是完全不行了 它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飘忽的东西想办法弄在坛上 嗯 下边一条旗躺一下的就好 就劣势的时候应该这样 嗯 优势的时候应该想办法一步一个脚印 劣势的时候就要弄得天下都下雾霾 都看不清楚 这个就好 把旗台搅得越乱也好 对 这条旗就有意思 嗯 要算末的时候这条旗比这个不知道小多少 对 但是现在它一走这个吧 这个是在找节吗 没有 它就是啊 就是那个节嘛 反正你有本事你提啊 它不是劣势吗 哎 这提了先手啊 你提是相对先手啊 嗯 你要是决先就不做 不一定走得到 对啊 你提个看 白旗可以提 那么黑旗就走这个 你这块又活了吗 哎呦 那这个有点悬 没有 它 生命危险 不一定死 嗯 但是你也不一定活吧 这就不清楚 不好说 对 黑旗 白旗如果这盘旗 重新下一盘的话 它最简单的就把它给提了 你要藏这个它再把这个吃掉 对 等你必须提这个的时候 嗯 这个地方是大概246801214161718目的一半 嗯 等于它就可以暂时不走 然后再来想办法折腾这一块 其实这块其实显然不至于死 我觉得 那这个地方已经是白花花的一大吧 嗯 嗯 要重新下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竞技围棋它还有一个特点 尤其我们女子为甲啊 嗯 这个中性之业被女子为甲这个赛场上氛围是很紧张的 是 大家都很重视 就是说它女子为期这个联赛啊 甲级联赛比别的这种冠军赛还有一个好处 冠军赛它是单淘汰一般 嗯 输掉就没了 是吧 这个中性之业被女子为甲联赛呢 我们是打双循环 对 对 他下的盘数多 嗯 他相对自由 相对自由 他的创作啊 他的发挥自由度也就更大 是 是吧 不像那种悬崖 边上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要摔下去 对对对 那个更紧张一些 好 那么行 议论到这些啊 再来看 然后 白棋呢 他就说也是很好 他就靠 嗯 都是这样 对 好 这个唐义 按理说你应该提节啊 嗯 他不敢啊 因为你提节 提节他就亏了吧 他就长啊 嗯 你你不补下一步这个出来把你吃了 这要命了 这要命了 那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唐义这个就摇着压 嗯 退 这棋挺有意思的啊 一退 那白棋呢 白棋顶 还下面很稳 顶 嗯 保证这个冲断没有 那么我这块棋没问题 对 是安全的 然后黑棋提节 黑棋又提节 嗯 一顶补好了黑棋又提节 嗯 哎 陈一名说这个棋看不懂啊 是不是有味道呀 陈丹他是这样 就围棋盘上有些东西是我们看不懂了 就看着经常会碰见 嗯 你不信去问这些顶级高手啊 他们有的时候会说他看不懂了 嗯 因为如果他们懂了围棋就没意思了 确实有很多顶级高手都不懂的 嗯 这个地方呢 我相信陈一名一看看不懂了啊 这个地方还给我下 哈哈哈 他也贴 你这个 那那你是不是要补一个啊 你补一个 我把这个一般都可以 一提节 这肯定是要拉回来的 对肯定拉回来的 一个都不肯 陈丹都知道要拉回来的 哎 他说我这个完全看不懂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您这一块气是怎么回事 是啊 这一节一下就放在这了 就从这边开战了 对啊 因为他这个打持先手嘛 基本上连回来的 待会儿要收气的时候 这个气长得不得了 是啊 你接一点一粒 刀霸舞 刀霸舞 收气吃你 气太长了 还有啊 他还想问问 有一个话是藏在心里一直没问的啊 就是你这块气啊 就是在一定的交换完了之后 你这儿只有一只眼 他没好好地打出两只眼 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完全不会了 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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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要好好表演一下 嗯 这一道气 我觉得他们下的热肯定都读秒了 就藤毅在这个时候准备了这么一招气 就这一招气 应该算好的感觉 这个就像攀岩的时候啊 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啊 拿着一个东西 砰砰砰砰砸进去 然后砸出一个窟窿 有一个垫脚的地方 这一招气 好气 很乖 但是还没完 陈一鸣仍然看不懂 拐 然后就断 那他断 哎呦 这一段呢 白旗有点生气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早知如此呢 白旗什么都不走 提节就完了 嗯 他因为他觉得你这干嘛呢 就被人家一断 他发现你这个旗还没好呢 因为这个白旗是连上的 对白旗先叫吃 它不用叫吃 因为是他的 是 哎 那么你这儿还要收起吃 你还下什么呢 但是真的一看他骑虎难下是什么呢 他这几招气损了五目以上 确实 损进去了 好 接着我们看啊 这个就出现了百目大地区 这是围棋盘上的百目大地区 这变化非常多 还该他走 他一攻 这群呢 从结果来看 有可能是走这个好 走这个就 有可能走这个好 封住了吗 没有 他要兼顾这个地方 嗯 兼顾这个地方 有可能啊 但是如果都在独秒 那而且双方都较着近啊 呃 情况就另说了啊 一走这个 那么黑旗如果这个外边 不得不回去跟白旗杀气的话 那这个旗就不如 认输算了 对 这输气就太小了 但是黑旗它咬牙坚持有一个好处 就是左边啊 嗯 这个地方毕竟黑旗提过来 白旗拖先没走 对 一旦它腾出手来 啪再一反击的话 嗯 左边很厉害 是 你看这个女旗手的旗多好 好 黑旗当然下一条靠 嗯 白旗冲 嗯 冲 那你说你行在这啊 就活了 对 人家这一家一叫吃活了 对 那就没有收气了 一活了这一只眼这一只眼 那没有收气了 那你这五目不是白亏了吗 嗯 所以这个陈一明一看牙一咬 这个必须要冲 先冲 嗯 你从牙一看这些还是不行啊 但是不一定 他先小尖 对 然后白旗先把这个打了 嗯 这个打是毒秒 对 交换 这是原始打僵 嗯 然后粘上 粘上 黑旗又下一步 黑旗冲 是打的 哦 先打 从结果来看 因为旗嘛下到这是箭在弦上 从结果来看呢 这一叫吃 白旗应该收手 一收手一提节 你再走 再走 走好了 我这块没问题 是不是啊 嗯 因为这一段已经收掉了嘛 这还有些线索 这边上的眼 你也破不掉 嗯 一提节就行 但是他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情感故事啊 黑冲 一冲 一冲一看也没什么呀 您干嘛呢 他就是想连回或者做一只眼 对啊 白旗觉得好像 这个还是不行 但是就怪 在这个夹缝当中啊 后来出现一个骑虎南下的形状 嗯 很怪 一走 人家黑旗一冲 是吧 对 你现在不能杀手 为什么呢 这块旗 如果你外边头被它封住的话 你这块旗没有活干净 嗯 不服 必须要接着走 答 在这种时候 如果读秒 读到 哦 它是可能是读秒 因为它还先挤了一下 还挤了一下 对 55 58 嗯 它得落子 可以感受到这个对局室的氛围 是很紧张 对 对 很讨厌 我觉得它下期还有一个这个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读秒 读到最后 但是你的方案又没有出来 也许对方是无理 也许我还有很多余力 但是55 58 你再不下 这时间催着你 两秒钟一过 没有人给你讲道 对对对 就不下了 这个读秒的感受啊 真是不好 嗯 但是进去围棋没办法 要不然我不读秒的话 我这招棋 我这招棋啊 我就不下了 我考虑一天 回家算一算 对 哎呀 此时 此事古然全啊 嗯 行 那么夏天一招棋呢 白棋 叫吃街上 必须要破眼啊 不能眼睁睁看见 他这个 你走别的他活了 这一段就活了 所以这会儿就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这时候我不就连回来了吗 又没有受气的问题了 对 这个出了一个也是围棋盘算的东西 就是在黑棋 监这个的第一时间如果白棋监刺 黑棋非接不可 是 那就没这事了 没这事 但是他当时是想保留的 嗯 因为你这个监不向行啊 但是后来双方已经杀得血肉模糊的时候 你这个又来不及了 嗯 这又是一个此事古难权 对 这个时机有点不好把握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棋下得很好 嗯 这个 虽然说如果我们戴着显微镜 说有些招法有正确有错误 但是你感到他们 大家刚才看了那个短片嘛 他们两位在下棋嘛 啊 两位很好的女孩在这下棋的时候 下厨的这些情感故事 是 很好 还是值得品位的 很好 嗯 这种来不及了 黑棋一吃 哇 胜利大逃亡 还把这两个子吃掉 对 挂着木树上面还直接净吃了 对 这个棋现在叫棋虎难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能让它接上 你接上 你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的 这颗棋 怎么做活 你肯定要补一个 嗯 那这个被他先手接回去受不了 所以 太大了 只好把这个冲过来 咬牙冲过来 一冲过来得 左边还该黑棋下 对 本来截就在黑棋手里 这个是 唐义在这个冒险轿吃的时候 我想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嗯 这样一来 先手把这个大部队连回 先手连回 嗯 当然付出了一点代价 但是我们给大家数数目啊 对 算算总账 算算总账 哇 这一轿吃 开上来 这个就 一下就像那个 呃 决堤了 嗯 就是洪水要来的时候 你本来有地方给它防住的 突然之间哗啦一样 说不住了 嗯 这教室当然必须提啊 嗯 然后它 那一抠打就完了 嗯 这一抠打最简单的 不用打结了 对 这事还掉着 嗯 是 呃 这一抠打白棋只有再提啊 提了 黑棋也提 黑棋也提 这一提呢 就把一路这个防住了 嗯 呃 同时呢 看着这个吃 是吧 当然 打这个 打这个 就是黑棋 呃 陈辰它这个也好 是不是也有啊 这个的话 也有 对 你的子已经吃掉了 嗯 赢掉了 也有 那么你吃这个 它提 它必须封 封住 人家这样也还不错呀 嗯 所以唐义没有 没有那些 他提掉 因为这个棋现在黑棋赢了 黑棋赢了 待会给大家一个数字化的东西啊 是 鼠鼠目 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进程 它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是 相对说来呢 嗯 现在南棋手的棋当然是非常精彩的啊 嗯 嗯 二十岁上下的我们国家优秀的这个南棋手 女棋手的棋呢 就是说从过去开始一直就是很精彩的 嗯 我觉得观赏性更强一点 观赏性更强 嗯 一波三折这个棋 不是谁一直优势到底 对 因此我们要思考一个这个 就是现在围棋 它确实下到今天为止 是跟过去不一样 嗯 其中一个指标呢 还是这个 就是过去我们认为有一些规范 就这种地方你不能去了 现在的棋手呢 它去 那个地方有一扇门 过去 门上贴着 闲人免禁 嗯 就不能进去 现在的人呢 我就要推开看 对 开放 我怎么不能去的 我看一下 嗯 那么它往往它这推开呢 那里边又有一片新的世界 嗯 那么就导致这个棋局呢 我觉得作为前辈啊 我作为前辈要跟这个年轻棋手们说呢 就是要夸奖人家的自由 是吧 但是如果他们只愿意听好话 不愿意听批评的 那就另说了哈 如果说还愿意听一点 可能是批评的话呢 就是有些时候还是要注意掌握这个尺度 嗯 因为你什么地方闲人免禁 你都推开去看看的话 对 风险 也许你会付出一个在世界大赛上 由于有由于你这个自由的过渡 勒不住了之后呢 输掉一盘或者几盘重要其的代价 那就太可惜了 嗯 当然失败为成功之母啊 因为年轻棋手他愿意这样去试也可以 我觉得在平常如果大家多思考一点 确实是这个过去认为不该去的地方 你都去看看这个精神还是对的 它是利大于弊的 但是毕竟也有弊端 是 也有弊端 嗯 就由于这个企业和我们聊的 还有几分钟时间 行行 是不是给大家摆一摆 行 再看几张 这个企业白棋已经输了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数字化的东西 那么下一步 下一步白棋是叫吃 黑棋又打 打这个 对 嗯 白棋打 这个截已经是夹打了 这个无所谓了 一提 白棋较劲 找了两个截 对 接上 对 然后再提过来 这样 冲 你冲 这个还不行 这个下不是还有事 然后白棋 白棋 打这个 打这个 打这个呢 黑棋也就不提了 对 它下法还是挺多的 这边 到处都很大 嗯 这个棋确实是白棋不太行了 是 叫这个 那么它提掉 然后把这个吃掉 白棋一尝 这个搞一段落了 然后白棋把这个粘上 这个粘上 是不是这个时候 王老师能点点木 我们简简单单点点木 因为这个地方算你提 它爬回来 这是先手 这是二 四六八十十二 重新买啊 提了爬回来 十二 四六八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二 二四 二六 二八 三十 三二 三四 三六 三八 四十 四二 四四 这块就四十五 四十五 这个收获还是不小 白棋 但是这边付出的太多了 四十五 这个是后来被人家打造了 五十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十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一 七一 七二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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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 也是八十朝外了 八十朝外 我们看一下黑棋 黑棋怎么样 八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二十六 三十六 四十二 四十四 六 四八 五十五 二 五四 五 六 五 八 六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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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五了 六 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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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七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十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十 八五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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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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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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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肯定十五 十五 这棋输了 后来黑棋把 最后把那个大棺子收掉 对 而且还在这边渗透了不少 对 那个都是 双方在调节情绪 就吓得早了 无关胜负了 对 而且有的时候 下到最后 反正我自己的感受是 因为我数目数不清楚 我过去下棋的时候 就输很多了 我还在下 因为我没有认为我输 这个人总是有缺点的 所以后来又下了很多 假如这个大赛将来像顶级的大赛 给我们棋手 他们思考的时间充裕一些 无论对男棋手也好 女棋手也好 时间反正再充裕一点 我觉得我们一盘棋谱 成为艺术品 或者艺术含量更高的 更完整了 这样的可能性就存在了 假如我们随时都在独秒当中 独秒生 有点紧张 随在这下 就难免会有错误 可能最后阶段也是错进错出 对 简单说来这盘棋是这样 续盘阶段 其实双方下得很有个性 很好 放着一个空脚 大家都不走 对 谁 就我们俩打赌成的 谁要走那个空脚 谁是小狗 就差不多是这样 这个就都较劲 最后呢 总有一方站到空脚 然后回到一个正常的棋局当中 然后就是在这个 上边的战斗中 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前人说的攻击误靠 也有它的道理 所以这刀棋不要靠 对 但是后面的棋 尽管有一度是被白棋逆转 但是最后这个黑鞋把大部队都连回 并且在这地方有发力之后 最后奠定了优势 对 我觉得 奠定了上市 说明了它在计算当中 和在这个接触站当中 它的功力还是可以 是 这段棋不容易发现的 好 那今天这番棋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